两位王子出家 特别提到诸佛难植 实义难遇 就像两个比喻 一个叫幽坛菠萝花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像一眼之龟 知佛墓口 那这个花呢 据这个注解书里头有提到说 它很久很久才开一次 可能三千年才开一次 意思就是说 你要遇到佛 就遇到佛事 这是很难很难得 当然不止三千年 一佛要出世 要很久很久 这只是一个比喻 那一眼之龟 有时候其他经典会说盲龟 有没有 其实在涅槃经也有提到这个典故 其他经典也曾经引用过 那盲龟这个直伏墓口的典故 通常会用来比喻什么 人生难得 我们的设身要在六道轮回里头 成为人生非常的难得 那因为人生难得 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你投胎为人之后 又要刚好遇到佛出世 对不对 所以就更难了 有没有 那这两个比喻就让我们体会到说 为什么这一家子都全部 后来决定出家了呢 就是因为太难遭难遇了 又有佛在世 然后又能够有这个因缘 可以听闻佛法 那第三点呢 这一点很重要 请诸位要记得 就是说 其实这一品 除了在讲本世因缘 除了在讲这个刚刚说的 佛法 跟佛难遭难遇之外 有一个重点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善知识的重要性 这边提到的善知识 是能够引导你怎么样 包括引导你学佛 然后可以让你怎么样 发心 然后可以引导你 做种种修行的 这些善知识 所以这边除了前一品 有陀罗尼用咒来保护你 有没有 来护持你之外 这边是用人来护你 做护持 以善知识来护持你 这边就像这个王 他的妻儿 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引导他从外道见 引导他到怎么样 进入佛法的政治正见 那他们就是 这位妙庄严王的什么 善知识 那所以呢 很多这一个这一品 被用来劝谏后学的地方 就是要重视什么 要重视善知识 你今天能够学佛 能够文法 这些是因为 除了你自己的善根因缘之外 你要遇到善知识 才有办法的 那至于 有哪几种善知识 那这个智尔大师 在法华文句 特别把他归类了一下 那后面 箭头后面这几个 几句话是经文里头有的 经文里头有的 那他只是把他归类一下 就是说 像这个外户善知识 能做佛事者 这外户 他比喻说 就像你今天 娶了一个很好的老婆 把你打点的好好 让你无后顾之忧 让你可以专心学佛 或者说 你今天要修行半道 像我们有些法会 有些活动 很多外户 那这些都是你的外户善知识的 另外一种是 教授善知识 就是他能够怎么样 用佛法来施教利息 让你能够听闻到这个佛法的知见 这些都是属于教授善知识 还有一种是同行善知识 他引导你 让你能够见到佛 那这个同行善知识 像我们现在所谓菩萨道的 所谓的菩萨同学 或菩萨的道理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同行善知识 然后第四种是 实际实相的善知识 这个是比较究竟的 就是说他能够开导你 所谓的实相的道理 佛法的究竟的真实意是什么 告诉你这实际的实相 然后让你能够 能够进入这个所谓的菩提 就是最后能够正的 所谓的最高的果位 无上的果位 所以这四种善知识 经文里头虽然没有这样的名称 但是有这样的意涵 所以自得当是把它归类了起来 有这四种 供大家做一个补充跟参考 那诸位可以回想看看说 我们学佛过程 可能也遇到了其中的两种或三种 那因为我们现在 因缘还在继续发展当中 也许还在会不断的碰到 其他的善知识 好 那这个在经文里头 诸位可以看到说 佛也帮这个 包括妙庄严王 还有这些在场众 也开示了所谓善知识的重要 他就说什么呢 善男子善女人 种善根故 所以才能够适事 能够得到善知识 换句话说 你如果没有种善根 你这辈子也没有办法 遇到善知识的意思 所以鼓励大家要多种善根 那这边善知识 有没有刚刚说的 能做佛事 事教利息或是令入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拉 画导令见佛 这是经文里头的 那你看看这二子就是指这个 敬仗敬眼两位王子 他过去是已经供养了 六十五百千万亿纳 由他恒河沙的诸佛 亲近恭敬 而且能受持法华经 换句话说 这两位王子之所以 现在能够一开始就学习的这么好 就已经具足这样的功德 是因为他过去是 就已经种善根了 而且又修这个法华经的缘故 那现在呢 为了要画倒这位他的爸爸 庙庄严王 所以呢 他就用这下面所提到的一些方法来示现 令注正见 这是佛开示了这个善知识的重要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瓶的架构 首先他也是一样先说明四本 就是说 这个庙庄严王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 那时候叫什么佛 然后佛名是什么什么等等 然后第二个双标能锁 我前面的大标是 引用至这个智者大师的 那这样的话 或许大家能够比较理解他的科判 松标能锁就是说 能画者三位 锁画者就是那位庙庄严王 有没有 那先是他们的名字 叫什么静德 静障 静爷 然后呢 王夫人跟二子到底 他有哪些福的智慧力 包括他们有什么三妹 有没有 他们已经成就了这个修行的什么 波罗蜜 祝道品等等 就已经告诉大家说 他们已经久修善根了 然后第三段 能画的方便呢 就是说 这个庙庄严王 他当时那位佛呢 就为了怜悯众生 也在开示法华经 也因为有这个佛正在开示法华经 所以两位王子才希望怎么样去听 也鼓励他的父母一起去听 所以这也是佛怜悯众生 故来开示法华经 然后呢 那本来是两位儿子叫他妈妈一起去 如果照前一段本事的话 这位妈妈当然也已经是什么 也是菩萨化现 那为了让这个故事连结的更好 就是说 儿子希望妈妈去听经 那母亲就会跟他说 哎呀 你一定要把这个爸爸也一起带去 因为他心外道 你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个爸爸能趁此机缘 能够转化回来 去佛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妈妈就建议他们两个说 这样子吧 那你们两位视线一下这个神族通 然后神变 看能不能化度他能够去学佛 那这时候呢 两位儿子王子就视线了种种的神变 结果这个父王看得就很惊讶 然后就问说 那你的老师是谁 那两位王子就说 哦我的老师就是某某佛 然后我是 我们两位是他的弟子 所以呢 这父亲就 相信这个弟子 儿子的这个修行力 相信儿子修行力 意思说他的老师一定更厉害 所以他就怎么样 很调幅的 愿意要去跟着去见佛了 那这时候 这两位王子呢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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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